嗨,同学们好,欢迎来到C您好HSK四级的课程,我是Linda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就学习第十九课,生活的味道,那生活是什么味道呢? 我们首先先通过一个warm up,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些词汇,好,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些图片和这些词语,那我们要首先先读一下这些词语,然后呢,同学们要思考一下,它们对应的是哪个图片呢? 好,第一个 好,那下边呢? 我们一起来匹配一下吧 首先第一个,复印,那根据图片,这个同学们应该比较的熟悉,就是我们的A,没错 好,第二个,厨房,没错,就是我们的D,好,第三个,禁止,禁止就是不可以做,所以呢,就是F 好,第四个,那根据图片,那根据图片,我们就选出来了,应该是E,好,第五个,理发,没错,就是我们的C,好,那最后一个也已经很明显了,道歉,对,就是B, 好,同学们都匹配对了吗?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同学们生活中很常见的一些表格问题,那同学们知道每一项都指的是什么信息吗? 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匹配,好,那第一个,小夏,对,那我们知道这个呢,就是一个人的姓名,好,那我们把标号写在这里,好,那第二个呢,二十岁,也很明显,我们可以判断,这个呢,就是一个人的年龄 好,那接下来第三个,男,那有的我们说女,这个是一个人的,没错,我们说性别,好,第四栏,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一日,很明显是一个日期,对,那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话,所以呢,这个应该是一个人的 应该是一个人的,啊,OK,好,没错,应该是一个人的出生,也就是我们说的出生日期 好,那请接着下边这一栏,啊,根据这一栏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应该是地址 好,那接着,这个号码是什么呢,对,那这个号码呢,就是我们说的电话,嗯,那么最后一栏,啊,最后一栏,这个不是电话号码了,我们看到有个G,然后后边是号码,没错,这个就是我们的护照 好,那这个匹配信息,我们就都匹配完了,所以对于这些词语的意思,同学们是否已经猜到了呢? 那我们呢,就一起来具体的看一下,生活的味道到底在讲什么 好,好,好,那我们先看第一篇课文 马克申请下个学期继续在学校学习 好,我们先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一课的生词吧 好,第一个 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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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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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 性别 道歉 道歉 打印 打印 复印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词语,该如何运用呢? 好,首先第一个词,学期,那么文中有提到说,我希望下个学期在这里继续学习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学期,所以呢,学期我们常常是跟,对,学校的学习有关系 那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说,我们一年在中国我们有,对,两个学期 好,这个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呢,大家的这个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中国我们说,但是在中国我们说,我们有两个学期,嗯,对,那这个就是学期的运用 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出生 对,那刚才其实我们已经匹配过这个图片了,那我们文章中也说过,出生年月 出生年月 那我们在填表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这个词语 那么我们可以叫做出生日期,嗯,出生日期,或者是出生年月,是一样的 好,那我们还可以有什么呢?我们还可以有出生地 出生日期,啊,就是你是在哪里出生的 比如说,我的出生地在河南,啊,这个河南就是我的出生地 好,那紧接着,性别 对,性别,很容易理解 这个性别,文章中也有 好,然后道歉 对,这里的道歉呢,是一个动词 我们看文章中说,啊,没关系 不用道歉 对,那我们常常在用道歉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像 像 啊,谁谁 我们可以说,像一个人 啊,道歉 比如说,我向你 道歉 对,就是我 对你说 对不起 我们叫做,像谁谁 道歉 好,接下来 打印 嗯,那在文章中 我们说,我给你 重新打印一份 好,这里就是 打印 好,那相对应的 我们也常常会见到的 就是 复印 好,我们要把 护照 复印一下 好,打印 和复印 同学们要关注一下 两个词语 是不一样的哦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 第一个小课文里 所学到的词语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篇文章 又在告诉我们 什么生活的味道呢 好,我们首先 先读一下 这篇文章吧 马克 老师,您好 我希望下个学期 在这里继续学习 请问 还需要重新申请吗 是的 给你表格 出生年月 性别 护照号码都要填 还有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真抱歉 我不小心 把护照号码填错了 您能再给我一份 新的申请表吗 没关系 不用道歉 谁都有粗心填错的时候 申请表都被别人拿走了 我给你重新打印一份 你等一下 高老师打印 马克填表 这次我按照要求都填写完了 请问还需要做别的事情吗 请把你的护照给我 我们要把护照复印一下 嗯,好 那这篇文章 同学们是否已经理解了呢 那这里我们有一个句子 不知道同学们能不能理解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 谁都有粗心填错的时候 那这里同学们思考一下 这里的谁指的是什么呢 在句子中我们又该如何使用这些疑问词呢 好,那我们重点呢 就来先看一下 这句话里的谁是如何使用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谁首先呢 它是一个疑问代词 对,疑问代词 而这里我们的疑问代词 像什么 谁,哪儿,哪里,怎么都可以表示认指 就它可以认指对应的人,是,或者是物 那比如什么可以指任何一件东西 谁呢,可以指一个人 而句子都跟都,也,也用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句吧 那就是我们文章中说的 没关系,不用道歉 谁都有粗心填错的时候 好,那这个 谁都有粗心填错的时候 就是我们文章中出现的句子 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句 说昨天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但是早上起来 怎么都想不起来 对,那我们这里叫做 怎么都想不起来 好,那第三句话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句话是说 什么东西都要通过努力才能够得到 对,那这里的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所说的代词 什么东西 就是什么的事情或者是东西 都要通过努力才能得到 好,那我们来说了 这些疑问词作为代指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该如何使用这些词语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例句 同学们可以先想一下 怎么样把它补充完整 好,第一句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嗯,那同学们可以想一下 我们如何使用谁呢 对,那我们给大家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说 谁 谁都有 嗯,不是我们说 谁的是 谁的是一帆风顺的呢 谁的是一帆风顺的呢 嗯,那这里呢 因为是一个问句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谁的又是一帆风顺的呢 那如果不是一个问句 我们就可以说 谁都有自己 谁的生活中 都有一些小麻烦 OK,好,那这个是第一个谁 那第二个什么 我们说 所以他总是不开心 嗯,那我们可以想一个句子说 他 他 他什么都 他什么都做不好 我们可以说 他什么都做不好 所以呢 他总是不开心 好,那第三个句子 我已经练习了好几遍了 嗯,那我们怎么用怎么 来做 来写下一个句子呢 对,我已经练习了好几遍了 那我们 我们可以说 怎么 还会出错呢 怎么还会出错呢 好,那这里的谁 什么和怎么 都可以代指 我们所说到的人 是或者是物 那对于这一用法 同学们明白了吗 好,那我们继续回过头来 看一下第一篇文章 刚才我们提到的 申请下个学期的学习 那这里呢 就是马克和老师的一个小对话 这里老师给大家几个问题 同学们来思考一下 好,那我们申请继续学习 需要前表格吗 嗯,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文章中有提到说 我需要填表格 那我们的表格里边都有哪些内容呢 对,那我们有出生年月 有我们的姓名 给大家几个问题 来看一下大家对这篇文章的印象 到底怎么样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篇文章 王静做饺子时 那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些词语吧 好,饺子 饺子 饺子 刀 刀 刀 破 破 拖 拖 拖 礼发 礼发 包子 包子 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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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词语该怎么使用 好,首先第一个 饺子 嗯,那同学们一定非常熟悉 我们在中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 我们说是饭吧 主食 那我们就可以叫饺子 那么看一下文章中说 我想给你做点羊肉饺子 对,那饺子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种类 我们可以有肉饺子 也可以有菜饺子 OK,好,这个就是饺子 那刀 我刚才用刀切肉的时候 把手弄破了 好,这里同学们注意一下 我们有一个词叫做破 弄破了 对,那破呢 在这里呢 是一个形容词 那我们可以说 嗯 我们可以说这个带子破了 这个带子破了 这个带子破了 或者是我们可以说 这个衣服破了 你的衣服破了 我们都可以用破 那其实破呢 就是这里我们说到的 嗯,有一个洞 我们就叫做破了 那我们其实破 还有一层意思 就是很旧,很老 比如说,这个衣服很破 这件衣服很破 那这里的破呢 和我们说的衣服破了 又是不一样的意思 好,那同学们来理解一下 啊,就是衣服很破 和衣服破了 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我们说 衣服破了 就是衣服呢 有个洞 已经烂了 那如果说 衣服很破 就是它很旧 已经穿了很长时间了 但是呢 它不一定是 啊,有一个洞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破 好,接下来 脱 脱 那我们文章中 也有这个脱 我们说你把衣服脱下来 对,所以呢 我们可以脱衣服 我们来写一下 和脱搭配的 我们可以说脱衣服 啊,脱鞋子 或者是脱袜子 但是我们不可以说脱帽子 或者是脱眼镜 这些是不可以的 OK,那我们只能用作 衣服、鞋子、袜子 就是这些身上穿的东西 我们可以叫脱 好,那接着 理发 理发 我们在文章中 文章中呢 有提到说 我常去的那个理发店 附近有个餐厅 对,理发 好,包子 包子 买包子应该够 买包子应该够 或者是那里的包子很好吃 好,零钱 我的口袋里呢 有十几块零钱 好,零钱 这个就是我们这篇文章里的这些词语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篇文章在说什么吧 好,王静做饺子时 手受伤了 哎呀,你的手怎么流血了 等一下,我给你包起来 没关系 我想给你做点羊肉饺子 刚才用刀切肉的时候 把手弄破了 你也太不小心了 不过好像不严重 过几天就好了 衣服上也有一点血 你把衣服脱下来 我给你洗洗 看来今天是 今天吃不上羊肉饺子了 那我们就吃点别的 我常去的那家理发店附近 有个餐厅 那里的包子很好吃 我一会儿去买一点 好吧 我衣服口袋里有十几块零钱 买包子应该够 嗯,好 那这里呢,就是在讨论 他们吃饭 做包子 做饺子的时候呢 把手给切破了 所以 那他们就不能够吃饺子了 于是要去外边吃 好,那我们这里呢有一句话 叫做 看来今天吃不上羊肉饺子了 那这里同学们想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用一个上呢 这里的上又是什么意思呢 好,那我们重点来学一下 这个上的用法 好,首先我们可以说 这个上它是一个动词 而它呢,常用在动词的后面做趋向补语 隐身表示动作行为达到了目的 或者是补语 那表示的是动作行为能否达到目的 所以呢,这个目的 是否能达上目的 或者是已经达上了目的有关系 好,那我们通过例句来看一下 现在堵车这么厉害 看来今天坐不上八点那趟去上海的飞机了 好,这里我们有一个坐不上 我坐不上就是我坐不了八点那趟去上海的飞机了 好,那接下来就是下面一句话 一听到哥哥考上了经济专业的博士 我们全家都特别高兴 好,那这里考上了 嗯,就是考到了 就达到,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 我们叫做考上了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例句该如何使用吧 好,下面的句子 同学们要思考一下第一句话 要是你想去云南旅游 应该早点买火车票 嗯,那我们知道 有的时候去一个地方旅游 在中国买票特别难 所以呢,你要早点 为什么呢? 那我们就可以说 啊,否则 就买不上了 啊,否则就买不上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早点买票的原因 好,那第二句话说 早就听说这个饭馆的菜特别好吃 对,那我们只是听说 那我们再想一下如何使用上呢 我们就可以说 啊,今天 终于 吃上了 今天终于吃上了 今天我终于达到了目的 吃到了 好,那第三个 本 呃,周末我们本来想去看电影 嗯,那你说本来想去就是没有去成 好,那我们可以说什么呢? 那我们可以说 啊,结果 遇到 我们可以说 遇到点 啊,遇到点事 好,我们可以说 啊,不说遇到 我们可以说 遇上 啊,遇上点 事 没看成 嗯,那么可以说 周末呢,本来想去看电影 结果呢,就遇上点事 遇到了事 啊,就没看成 好,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上的用法 好,同学们 关于上 是否已经清楚明白了呢? 好,那我们来继续 回到我们刚才的第二篇文章 嗯,那第二篇文章 这里啊,老师给大家几个问题 来想一下 他们最后吃上羊肉饺子了吗? 好,这个还是很明显说 没有 OK,非常棒 那没有 为什么呢? 对,因为 对,因为 啊,王静在准备饺子的时候呢 把手给弄破了 所以他们决定出去吃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二篇文章的重点内容 同学们 是否已经理解了呢? 好,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篇文章 到底有在告诉我们什么生活的味道吧 好,我们读一下 好,我们读一下词语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词语 在文章中如何使用 好,第一个 打招呼 我们说 早上跟你打招呼 这里我们用到了打招呼 好,那打招呼呢 我们常常会说 跟 跟谁谁打招呼 我说跟 某个人 或者是说 给 我们也可以用给 给某个人 打招呼 嗯 我跟我的朋友打招呼 好,我给我的朋友打招呼 都可以 好,第二个 带 那这个刚才呢 我们在第二篇文章的时候 说到了脱 我们可以脱衣服 脱鞋子 脱袜子 那带 我们可以用 带衣服 带鞋子 带袜子吗 对 对 或者是 带 带 带什么呢 我们还可以说 带手套 带眼镜 带帽子 带手套 但是不可以 带衣服 带鞋子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带的这个用法 好,那这里下面一个词 眼镜 那这个就是比如老师的这个就是眼镜 那我们这里边的这个我们用我们的眼去看 但是这个我们可以叫什么呢 我们不叫眼镜 我们叫眼睛 非常的相似 同学们要注意一下 眼睛就是我们的eyes 眼镜就是我们戴的外边的glasses 好,那这里同学们要注意区分 眼镜和眼睛是不一样的 好,那接下来 舞蹈 嗯,舞蹈 我们文章中有提到说 你们国家就学过中国 在你们国家就学过中国舞蹈吗 好,这里是舞蹈 那接下来 国籍 国籍 好,那我们说 这种语言与国籍无关 国籍 那我们说 那我们说你的国籍是什么 对,我们在填调的时候呢 常常会有国籍 好,那接下来 抬 看我们文章中说 先抬胳膊 啊,我们都有这个胳膊 好,我们说叫做抬胳膊 啊,那我们还可以抬腿 我们文章中也有提到 抬胳膊 抬腿 那么抬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用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抬桌子 啊,我们抬桌子 啊,就是把桌子搬过来 我们就叫做抬桌子 好,那这个就是抬的用法 那另外一个转 转 文章中有提到的是说 向右转一下 向右转一下 对,那这里呢 就是转 向右转 向左转 对,那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用法 就是向 向某个方向 向右 向左转 嗯,向哪里转 好,那这个呢 就是这一篇文章中的词语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篇文章又在告诉我们什么吧 说安娜帮助马克练习舞蹈动作 我早上跟你打招呼 没看见 想不到又在这儿碰见你了 啊,真是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今天早上我忘带眼镜了 看不清楚 刚才我在旁边看到你跳中国舞了 没看出来你跳得这么好 难道你以前在你们国家就学过中国舞蹈吗 我小时候妈妈教我跳过两年的舞 所以稍微有点基础 再说,舞蹈不仅是一门艺术 也是一种语言 这种语言与国籍无关 无论哪个国家的人都能看懂 太好了 我刚学习跳这种舞没多久 你帮我看看我的这个动作,对不对 你这个动作做的还是不太标准 我给你跳一遍 你仔细看看 应该像我这样 先抬胳膊 然后抬腿 最后 头再向右转一下 好,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第三篇 他们呢 在说到舞蹈动作的一个对话 好,那我们这里呢 也有一句话呢 需要同学们额外注意 就是这句话 没看出来 你跳得这么好 那有的同学可能会困惑说 这里为什么要用一个出来呢 我们为什么要用出来呢 为什么在看的后边要有出来呢 出来不是从屋里出来吗 没错 那是出来的本意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出来 放在句子里面 又该如何使用呢 好,我们来重点学习一下出来 首先我们说出来 它呢 它呢 是一个动词 那它可以用在后面呢 它可以用在一个动词的后面 做补语 那表示的是 这个某个动作行为 让这件事物的状态从无 变成有 从隐蔽变成显漏 就是从看不出来到看到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叫出来 那我们看一下例句 说有的人心里有什么看法或意见 嘴上就会直接说出来 对,就是我们用在一个动词的后边 就是我们已经看到或听到了 叫做说出来 好,那第二个 你要是那篇文章 你要的那篇文章 我已经翻译出来了 你方便的时候就来取吧 那这里我们叫翻译出来 是不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呢 好,那第三句话呢 就是我们文章中的句子说 没看出来你跳得这么好 好,那我们来想一下 出来在这里又该如何使用 好,我们来同学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小练习 好,首先来第一个 我们说经理让小李写一篇文章 嗯,那我们怎么用出来呢 那我们可以说 嗯,经理让小李写一篇文章 我们说 但是 他 没写出来 对,我们可以用 没写出来 就是没有把它 呈现出来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 句子里的出来 好,那第二句话 今天老师问了个问题 那我们怎么用出来呢 对,那我们可以用 出来在回答的后边 那么可以说 我们 都 没 回答 出来 我们都 没回答出来 好,那第三句话 好,那第三句话 有的人虽然看到了别人的缺点 嗯,有的人虽然看到了别人的缺点呢 却 我们可以说 却 没说出来 嗯,就有的人看到了别人的缺点 嗯,就有的人看到了别人的缺点 但是呢 他没有说出来 没有告诉这个人 所以呢 我们叫做说出来 好,那关于出来 在其他动词的后边 我们表现的是一个从无到有 这么一个过程 同学们是否已经明白了呢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比较一下 出来和起来 意思上有什么不一样 好,那我们首先呢 来看一下说 他们的不同点 我们说他们呢 都可以在动词的后边 做趋向补语 或者是可能补语 但是呢 他们表示的意义是不同的 那其实从出来和起来 这两个词的意义上 我们也能够有所区分 那出来表示的是 动作的方向是从里到外 我们之前说过是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 而起来呢 的动作是从下到上的一个过程 比如站起来 坐起来 对,那这个就是起来 那么来看一下他的理句吧 他说我的日记本掉到沙发后面了 我拿不出来了 嗯,你来帮我抬一下沙发吧 好,第二句话 早上六点他还睡着 电话突然响了 他连忙坐起来接电话 好,那这个是拿出来和坐起来 同学们是否能体会他的意思上的不同呢 好,那我们来看他们第二个不同点 我们说 出来他隐身表示某个动作行为 让事物的状态从无变成有 从隐蔽变成暴露 而起来呢 它隐身为动作开始 并且继续 嗯,那就是他们的隐身意 也有一些不一样 那我们通过例句来体会一下 你能算出来 这两个地方之间的距离 是多少公里吗 那这里我们用了出来 是不是想要表达从无到有 这样一个概念呢 那下面一句说 尽管现在才四月 天气已经开始慢慢热起来了 那这个起来表示的就是 也开始热 并且呢 要继续下去 所以呢 我们叫做热起来 好,这是他们的第二个不同点 那第三个不同点 我们说想出来 对,想出来呢 它指的是大脑里原来没有这些信息 然后呢 经过思考 产生了这个信息 我们就叫做想出来了 而想起来呢 是不一样的 那么想起来呢 表示你大脑的信息已经忘记了 经过回忆 又恢复了经历 那想起来 就是说我们大脑里 本身是有这个东西的 但是我们忘了 然后呢 又突然想到了 我们就叫做想起来 而想出来呢 是你大脑里本身就没有 然后呢 你经过思考 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 这个就叫做想出来 好,那么来看一下 哦,以前我就知道 但是我忘了 所以呢 这个就叫做想起来 好,那关于这几点区别 同学们是否已经能体会出来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小练习 好,那第一句话 我们来看说 有坐办公室的人 有时间一定要站什么活动活动 那我们叫做站起来 一个由下到上的过程 好,所以呢 这里我们要用起来 不可以用出来 那第二句话 那第二句话 这个主意好像是三班的一个学生 想 对,那我们叫做想出来 不是想起来 它是一个没有的 然后呢 产生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叫做想出来 好,那第三句话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是用哪一个呢 声音听着挺熟悉的 不过我一下子想不 他前面也说了 我比较熟悉这个声音 那是说明之前 我是知道的 但是我现在呢 应该是想不 对,没错 我们应该是说想不起来了 所以呢 我们不可以用出来 我们要用起来 好,第四句话 遇到烦恼事实 你应该想一些办法 让自己从不高兴的心情中 走 嗯,走 那这个就是动作的一个方向问题了 所以呢 我们叫做走出来 而不是走起来 对,走出来 好,那第五个 你回去后 把今天大家在会上提的意见都整理 对,那这个我们应该用出来 整理出来是一个有无到有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叫出来 不可以叫起来 好,关于出来和起来 同学们是否能区分它的意思了呢 好,那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已经读过的三篇文章的一些问题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最后一篇文章 我们刚刚读过 说马克认为 安娜中国舞跳得好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嗯,那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这篇文章 同学们来回想一下 他认为安娜中国舞跳得好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二个问题 马克的那个动作做得正确吗 那个动作应该怎么做 好,那我们再回过头 回过第三篇文章来看一下 找一下答案 好,那我们这里来看一下 他觉得他跳舞跳得好的原因是什么呢 对,没错 就是我们的这里啊 有一句话就叫做 啊,难道你以前在你们国家 他就学过中国舞蹈吗 所以马克认为 安娜跳舞跳得好的原因就是 他以前在他的国家学过中国舞蹈 同学们是否已经得到了知道解答案了呢 好,那接下来 刚才我们提到了第二个问题 马克的动作做得对吗 好,我们来看啊 后来安娜说 你这个动作做得还是不太标准 就说明做得不是很正确 那应该怎么做呢 对安娜呢 又给一个示范 比如说先抬胳膊 然后抬腿 最后头再向右转一下 好,这个才是正确的做法 好,同学们 关于这道题是否找到了正确答案呢 好,那我们一起再来复习 广告一下前两篇文章 看一下同学们是否还有印象 好,第二篇文章说 王静的手是怎么弄破的 严重吗 嗯,那第二篇文章 嗯,那第二篇文章 再提到包饺子 对,那他的手呢 是切 切羊肉馅的时候 切到了 严重吗 不严重 那今天他们能吃到羊肉饺子吗 如果吃不到 他们会怎么办 对,那从文章中 我们已经了解到 今天呢 他们吃不到羊肉饺子了 那他们决定要去 礼拜店附近的一个餐厅吃饭 因为他们听说 那里的包子很好吃 好,那同学们 对于第二篇文章 课文的内容 是否已经很熟悉了呢 好,那我们再来回想一下 第一篇文章 在填写申请表格时 应该提供哪些方面的信息 嗯,那刚才我们已经说过 我们常常在填表的时候 要有你的姓名 性别 年龄 出生 日期 可以说出生年月 然后呢 你的电话号码 你的护照号码 这些都要有 好,那马克把申请表填错后 高老师批评他了吗 为什么 这个同学们印象应该也很深刻 那高老师呢 并没有批评他 因为高老师说 每个人都会犯错误 所以呢 这个是很正常的 好,那关于这几道问题 同学们都答对了吗 好,那这些呢 就是我们本单元 学习的生活 关于生活方面的话题 那之后 同学们课下 仍然要去复习 我们本节课学到的一些词语 以及几个重点句型的运用哦 好,那下次同学们 我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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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